《雪中汗刀行》在很多观众眼中是一部神剧 这部剧改编自大内总管烽火阿戏诸侯的同名小说 一经播出便被许多观众喜爱 张若云主演配上庆余年园班人马 给大家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武侠世界 虽说播出后也是槽点满满 武打戏被各种吐槽和诟病 但从剧情来看也算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好剧了 里面张若云扮演的徐凤年 张天爱饰演的南宫蒲舍 胡军扮演的徐霄 以及高伟光扮演的陈之暴都个性鲜明 不过也有一些角色让人很是不满 就好比李更熙这位新生代女演员扮演的江妮这个角色 很多观众看过原著的粉丝都纷纷表示 这位女演员和这个角色完全不搭 配不上《清国清城》这个赞誉 因此李更熙在《雪中汗刀行》第一季播出后争议性非常大 虽然有部分观众喜欢李更熙的表演 但总体上来说吐槽大于好评 也因为第一季诟病太多 很多观众都给剧组建议替换掉李更熙 换上一个更加合适的女演员 没想到的是最近网上真的传出了《雪中汗刀行2》 剧组打算更换女主的消息 事实上在《雪中汗刀行》第一季收官后 很多观众都对第二部充满了期待 从近日网上曝光的消息来看 《雪中汗刀行2》开启的时间应该不会太久 而除了拍摄时间外 观众们也很好奇 接替李更熙出演江妮的女演员是哪位 根据这次爆料的消息《雪中汗刀行2》中 出演女演员将会是周叶这位新生代当红小花 对于周叶观众们并不陌生 这位年轻小花在许多影视作品中都有出现 就比如周冬雨与易烊千玺合作过的《少年的你》中 她饰演的是霸凌陈念的《未来》 当时虽然《未来》这个角色不算讨戏 但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让周叶进一步被观众熟知的 则是《山河令》这部慷慨剧 剧中不仅捧红了两位男演员 也让周叶红遍全网 在剧中周叶的颜值是公认的高 这也让她成为了90后最火的新生代女演员之一 在得知周叶将会饰演江妮这角色后 很多观众都觉得挺合适 比起周叶 李更熙在颜值上确实低了不少 同样饰演古装少女 周叶在《山河令》中的扮相 能够直接比李更熙胜出不少 而从灵气上看 周叶也同样强上一筹 不过也有部分观众表示 自己只认李更熙 毕竟第一季 大家有先入为主的印象 李更熙成了这部分观众心目中 难以替代的江妮 因此对于周叶接替李更熙 出演江妮这个角色 当真是有人欢喜 有人愁 至于效果如何 估计就只有《雪中汗刀行2》 播出后才知道了 不过对于更多的观众来说 江妮的扮演者究竟是谁 完全无关紧要 只要张若云 张天爱 胡军 等几位人气演员不换人就好了 更何况在第一季中 女性角色如果论人气的话 青鸟绝对是第一 只要青鸟的扮演者 丁孝银还在 女主江妮谁演都行 不知道小伙伴们 对于《雪中汗刀行2》中 女主江妮新人选 被爆是周叶这件事怎么看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雪中汗刀行2》 陪难为新人选获赞 青鸟更换让人难以接受 《雪中汗刀行》播出之后 除了打戏之外 观众也是各种好评 在各种偶像剧当道的时代 难得有这么一部剧情精彩 且人物鲜明的武侠剧 因此这部剧播出后 也被很多观众认可 不过要说里面 引发网友们热议的 自然是那些原著中 较为出彩的角色 张若云身为男主角 一开始是备受争议的 很多看过原著小说的网友 都认为 他演不出原著那种感觉 不过播出之后 反响还不错 很多观众也都认可了 张若云对于徐凤年的塑造 同样张天爱 高伟光 以及胡军等众多演员 也纷纷获赞 不过让人比较不满意的 则是床甲裴南伟 姜妮这两个角色的演员 李更西饰演的姜妮 没有了原著中那般灵动 和倾国倾城 而隋俊波饰演的裴南伟 也是被观众诟病良多 最出彩的 反而是在原著中 没那么多戏份的清鸟 没想到的是近日网上传出了 雪中汗刀行二 提上日程的好消息 而从曝光的消息看 其中关于主角的变化可不小 不过其中有好有坏 让观众也是难以取舍 首先被曝换人出演的 则是床甲裴南伟 这个人气角色 在第一集中 隋俊波这位演员 也是被吐槽最多的人之一 不是说他演得不好 只是他饰演的床甲和原著实在差距有点大 没有原著中那般妩媚动人的气质 身材也让人出戏 虚致这个角色 可是能够令世子殿下扶枪而出 隋俊波这个演员 完全给不了观众这样的感觉 然而从这次曝光的消息来看 接替他饰演床甲的 则是被传释柳言 听到这个消息后 观众都激动了 确实纵观整个娱乐圈 柳言颜值不算出众 但以身材和气质论 绝对能够胜任这个角色 这几年柳言在演艺圈的地位 也备受认可 别的不说 在今年热播的《孟华录》中 柳言饰演的角色 同样非常出彩 即便是有着刘亦菲 这样天仙般的存在 都难以掩盖他的风姿 因此床甲这个角色 对于柳言来说 还是相当合适的 要知道丁孝瑩饰演的青鸟 可是全剧唯一无差评的一个角色 其贴合度 不过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青鸟这个角色 居然也传出了更换演员的消息 如果说整部《雪中汗刀行中》 有角色喜爱程度排行榜的话 那么青鸟这个角色 绝对名列前茅 丁孝瑩的精彩演绎 加上编剧的改编 让原本不怎么出彩的角色 重获新生 不少观众看完之后 纷纷被青鸟圈粉 甚至还流传出了 杀狮子夺青鸟这样的梗来 因此不少观众认为 即便是换了其他重要的角色 都不要换青鸟这个角色的演员 这次传出替换青鸟的女演员 则是张慧文这位人气小花 不过观众表示并不认可 张慧文虽然这几年发展得不错 也合作过几位大派演员 但显然不适合青鸟这个角色 应该说丁孝瑩饰演的青鸟 已经成了雪中汗刀行中的经典角色 贸然更换甚至会对 雪中汗刀行2的口碑造成损害 对于一部影视爆款作品 更换演员并非好事 尤其是更换那些演得出彩的角色 希望雪中汗刀行2剧组 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换掉原本的床甲 大家可以接受 但是青鸟还是算了 不要为了捧人连累整个剧组翻车 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呢 就知道最后一辈子不胜死了 我再终于用试 Benedict 并且继续视开 感谢观看